大家好 今年过年的时候 独意中看到了这张图 感觉挺巧妙的 它呢 把一个胡萝卜的形象 做成了兔子能够大成的火箭 寓意是突飞猛进 而是个谐音梗 大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也是自己动手 制作了一个木雕的冰敦敦 所以呢 当即决定用这张图片 来做一个木雕的摆件 初六从老家出来 来到了打工的城市 找出了很久没有用的工具 木头还是去年剩的 哎 由此可以推导出 这一年来 我就没怎么动过这个东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过去的三年里面 就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想做的事情没有做 该完成的目标也没有完成 这样想来 突飞猛进 或许是对现在的我的懒头 是最好的祝福了 虽然鬼卯兔年已经开始了十多天 但是今年有论个月呀 也就是说 虽然晚了几天才发出来 但是剩下的时间依然是超过一年的时尚 那么就祝大家和我自己 能在剩下的三百七十天的时间里面 一飞从天 突飞蒙进 突脸大吉啦 祝你突脸吉祥 突脸大吉万事如意 喜气洋洋一帆风吹满天欢喜 平安健康 祝你好心情 祝你越来越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